燕燕,燕燕,吃饭啦,哎呀,干什么呀你们,想吓死我是不是,刚才喊你半天了,你发什么呆啊,我没有啊,就是在想工作呢,工作,对,就是工作,刚才经理发信息告诉我,让我尽快把明天开会的资料准备齐全,我还不知道从哪准备呢,所以一直在想,我去啊,你不是一直负责这方面的吗? 怎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啊,哎呀,你们不懂哦,什么事都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啊,说得也对,那我们去吃饭吧,三个人来到食堂,拿了自己喜欢吃的,你们要喝奶茶吗,我现在想喝奶茶,哎小暖,这些不够你吃的吗,还要喝奶茶,你可真够能吃的,想先吃个大胖子,然后嫁不出去啊,这才不会呢,既然你们不要,那我就不给你们带了啊,别啊小暖,你长得这么漂亮, 将来,一定嫁一个非常厉害的男人,嘿嘿,是啊是啊,哎呀,好了好了,没有说不给你们买,你们等着,哎呀,还是小暖最好了,安小暖笑了笑,转身便走出食堂,朝公司对面的奶茶店跑去,十分钟后,三杯珍珠奶茶出现在安小暖的手里,转身拿着奶茶小跑了出去, 小暖,小暖,你还好吗 当然,我现在过得可开心了,当然,遇见你我就很不开心,非常不开心 对不起,请你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 原谅,我没有恨你,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会原谅你 小暖,真的对不起,我真的不知道你姐姐对你做的这些事,而且我也被蒙在鼓里 姐姐,你说谁是我的姐姐,我安小暖没有姐姐,现在的我,只有我自己一个人,哦,不对,还有爱我的她 小暖,她爱你,可是你爱她吗 当然爱,她对我那么好,那么宠我,那么呵护我,那么帮助我,换作是谁都不可能不爱她 真的很抱歉,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,只希望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你真的想要我原谅你啊 对,只要你原谅我,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,严谨诚,你听清楚了,让我原谅你可以,就是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,记住,是永远 说完,不看一脸呆滞的严谨诚,转身便离开了